一号码 众心追悦 二号码 晴朗 三号码 一号演说家 四号码 子号少爷 五号码 略先踪 六号码 小顽童 七号码 独具一格 八号码 北方雅典娜 九号码 神气十足 十号码 人和天下 十一号码 一鸣传奇 十二号码 核动力 十三号码 胜利果实 以及十四号码 一生号令 看到所有的码品都已经来到了 亮相台中间我们的 马匹亮相开始 首先是一号码 众心神气 来自中国的四岁 六色宫码 骑师初一 练码师 董春红 码主是 王德权 腹磅58公斤 位于十四号码 二号码 晴朗 来自中国的四岁青色宫码 骑师 陆真记 练码师 刘二端 码主杨德文 腹磅58公斤 位于七号码 三号码 是一号演说家 来自中国的四岁六色宫码 骑师 阿拉德特 练码师 刘二端 码主是 豹进军 腹磅58公斤 位于八号码 四号码 子号上野 来自中国的四岁赫六色宫码 骑师 刘领钢 练码师 王玉杰 码主是伊泰大漠码业 腹磅58公斤 位于五号码 五号码 绿野仙踪 来自中国的五岁六色宫码 骑师 何显飞 练码师 牛文广 马主是冯长慧 腹磅57公斤 位于13号码 继续来看 六号码 小顽童 来自中国的四岁赫六色母码 骑师 陆江峰 练码师 温良生 马主是合力码业 腹磅56.5公斤 位于11号码 七号码 独具一格 来自中国的四岁赫六色宫码 骑师 人青伦珠 练码师 熬白云 马主是华语马业 腹磅55.5公斤 位于四号码 八号码 北方雅典娜 来自中国的四岁六色母码 骑师 李方阁 练码师 四肢股楞 马主是清格乐图 腹磅55.5公斤 炸位是12号 九号码 神气十足 来自中国的四岁赫六色母码 骑师 赵新刚 练码师 何祥兽 马主是越路码业 腹磅53.5公斤 位于六号码 继续来看十号码 人和天下 来自中国的四岁六色宫码 骑师 穆哈塔 练码师周涵 马主是张建 腹磅52.5公斤 位于三号码 11号码 一名传奇 来自中国的五岁六色母码 骑师 张强 练码师 刘代强 马主是河北 一名马业 腹磅52.5公斤 位于十号码 好 继续来看十二号码 何动力 来自中国的四岁六色公码 骑师 奥白云 练码师 奥白云 马主 华语马业 腹磅55.5公斤 位于二号码 接下来看十三号是胜利果实 来自中国的四岁六色公码 骑师 卫云中 练码师 四股楞 马主 运龙马业 腹磅50公斤 位于九号码 以及十四号一生号令 来自中国的四岁绿色公码 骑师 麦尔耿 练码师 许富强 马主是 御龙马业 腹磅50公斤 位于一号码 开始 好 我们看到所有的马品呢 也是出来了 我们三号码 一号演说家 有一些些的慢闸 但是所有的马品呢 都是在第一时间抢占最好的位置 目前呢 我们看到 排本场比赛第一位的 就是一号码车票的孩子 重心追星 已经领先了三个码位 后面呢 看到的是 绿色彩帽的神器十足 还有华语马业的粉色彩帽的绿野仙踪 以及十四号码一生号令 都在后边一直是在叙事待发 准备往前吹 但是呢 目前马匹已经马上要开始 过到了第一个弯道 目前领先在前的呢 依旧是一号码重心追星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苏赛的孩子 神器妹妹 又金牌骑师赵新刚来测骑 再往后看的话 是八号码北方雅典 这三屁是我们本场比赛的大热门的 现在马上看到了 马匹已经要过到了 最后的一个弯道 究竟谁能够拿到 本场比赛的头筹 在我们2023年开罗赛手继 拿到一个开门红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一下 现在可以看到 一声号令已经追了上来 那外蓝的八号码 北方雅典娜慢慢的掉了下去 现在可以继续看的就是 九号码我们的神器妹妹 已经冲上来了 神器妹妹是非常的强势 已经领先了三个马位 后边的骑士依旧在做 挥边催马 应该是没有机会了啊 九号码神器十足 神器妹妹应该是没有机会的 最后的十米 帅战冲过了比赛的终点 接下来呢 是一号码重心追星 再往后看是一声号令 还有白色彩帽的 北方雅典娜 这个艺术 我给你一次看 我们去拿一张 真的 那个不是 我我们最喜欢的 陈统 在那个 我说 你 有一个 优优 我 那么 这个 我 想 笼 和 你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